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,几乎所有的出土证据都表明,中华文明于公元前三千年诞生于黄河流域。 在黄河流域之外的地方,还没有发现更早期人类活动的证据。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,为中国史学界和考古界提供了一个依据,那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一个地方,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。 在这些出土的器物中,这是一件最为神秘的东西。 它是经过加工的象牙,部分已经残缺,外形很像一只展翅的蝴蝶。 不可思议的是,这个叠形器上面用极细的线条雕刻出复杂的图案。 这个图案的正中间,是一组大小不等的五个童心园结合在一起。 外边周围刻着像火焰一样的图案,好像是一个太阳。 有两只长着勾会的鸟,对称排列在这个太阳的两边,摆出正翅欲飞的样子。 七千年前的荷姆渡人,是怎么样想象了这样一个图案。 这中间是太阳的图形吗? 如果是太阳的话,这样一个叠形器和这个图形又向我们传递着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? 有许多学者认为,这是一个太阳崇拜的图形。 像地球上许多地方的远古人类一样,和某度人把太阳看作最神圣的崇拜对象。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,这个图形的中间是个卵形。 整个图形的组合具有双鸟生卵的意思。 把这个图形看作是和某度人对生殖崇拜的一个象征。 尽管我们今天很难知道原古祖先雕刻这个图案的真正动机。 但无论如何,这是出现在人类荒蛮时期的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 这些精细的线条,又是如何雕刻上去的呢? 旧的谜团还没有被揭开,新的疑问又摆在了人们面前。 七千年前的荒蛮时期,和某度人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栖息? 他们究竟借助什么生存繁衍,并创造了繁荣的原始文化? 生活在七千年前的荒蛮多人,不可能留下文字的记录。 但从他们留下的一百四十多件古制片,大量的石制片和陶器中, 我们试图一点点地解读他们在七千年前的生存状态。